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一起做这个 这是外皮酥脆 里面有满满丰富馅料的 Chicken Pot Pie 大型的 首先我们先来做馅料 馅料需要用到鸡高汤 你可以买现成的 或者是呢 你把一些鸡肉加入一锅水当中 用小火来慢熬30分钟左右 这个当底呢 就是鸡高汤了 之后我们要腌制一些鸡肉 准备切丁的鸡胸肉 加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 还有蒜头粉 搅拌均匀 好了之后静置 我们需要腌制至少30分钟以上 先来切蔬菜 准备白洋葱 切一半 之后再切成十分之一 之后直切 最后再横切 这个要小心一点 不要切到手指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平均的切冰出来 继续的来切萝卜 虽然我的刀法不是很好 可是呢 我发觉到这个方式 帮助我们很快速的切丁出来 尽量切出平均的小丁 这样子煮的时候才比较平均一些 现在来切马铃薯 现在来切马铃薯 我今天所用的是Russet potato 美国非常喜欢用的马铃薯 很适合拿来做烘焙的工作 因为它非常的松散 我们也来切西兰花 这个筋的部分也是要用的 把它们切丁 头部的部分呢 就可以切大一些 因为很容易就熟了 我们也来切button mushroom 蘑菇 那么我们就切好了 记得西兰花的筋 还有它的头的部分要分开 在个锅当中用中小火加热 加入无盐牛油 之后把它们加热到完全融化之后 加入刚才所腌制的鸡胸肉 把每一个小丁分开 铺平在上面之后 炒到一半之后就把它们翻开 翻炒直到呢 你切开里面来看 它是白色的 就是熟透了 这样子就可以捞出来了 尽量呢 捞出鸡肉就好 里面的油流下来 我们要继续的炒白洋葱 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翻炒 直到你的洋葱呢 开始透明化 之后就可以加入萝卜 马铃薯还有刚才的西兰花茎 继续的翻炒 这几样呢是比较难熟的 所以呢先放进去了 之后来调味 加入一些的盐 胡椒粉 胡椒粉 洋葱粉 还有蒜头粉 这些也可以根据你们的喜好来调 翻炒 直到每个部分都有这些调味 之后加入蘑菇 还有西兰花头 还有西兰花头 继续的翻炒 均匀 炒到呢 你可以用叉匙来刺入这个马铃薯 还有萝卜 这上面已经软了 够熟了 现在可以加入普通面粉 之后翻炒到每个部分都有这个面粉 直到你看不到任何白色的面粉之后呢 就可以加入刚才所熬的鸡高汤 加入高汤之后呢 把火调到中小火来慢慢熬 在熬的过程当中 要不时来翻一下底部的部分 这样子才不会烧焦 那么汤呢 慢慢开始浓稠了 有没有 现在可以加入一些的动物性拌奶油 这个也可以帮助更加的浓稠 而且很香 现在再尝试一下口味 适当的加一调味 因为加了很多东西 直到它的浓稠度 浓稠成这样之后 还可以在你的刮刀上面画出一条线 就可以加入青豆 还有刚才所炒过的鸡胸肉 继续的翻拌均匀 把它们全部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直到它的酱汁开始浓稠了 好像这样子的画面 就可以立刻离活了 就加入一些的parsley 再继续的翻拌均匀 之后放凉 现在我们要来做饼皮的部分 准备无盐牛油 非常冷的牛油 之后用刀把它们切丁 先切横之后切直 好了之后 再把这些小长方切成四方形 好了之后 就把它们放进冰库 来冷冻待用 在一个大碗当中加入普通面粉 吸砂糖 盐 用蛋抽呢 来把它们混合均匀 就加入刚才的无盐牛油 记得要冷 用手指来揉搓 建议你们开冷气 室温不能热 不然的话牛油很容易融化 我们要冷的牛油做出来才会输 用手指呢 来把这个牛油搓入面粉当中 直到它变成这样子 好像面包屑的手感 就可以了 现在呢 加入冷水 记得一定要冷的水 慢慢的加入 加入之后混合 混合好呢 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一下它的浓稠度 用手来压你的面团 它能够捏成团呢 就可以停止加水 就把它们捏在一起 记得要轻轻的捏成团 不可以融面不然你的面团会很硬 好了之后你会有一个干净的碗 它的浓稠度有一点像油腥的状态 今天我用的是这个9英寸的火底模具 3英寸深 所以因为它比较深 我用三分之二的面团来做底部的部分 留下三分之一的面团来做顶部 我不建议呢 用这样子面团冷却 之后用粉来擀开的方式 因为你看 它就很容易破 而且很难移动 很麻烦 所以呢 我没有冷却 就直接来做了 在下面放上Baking Paper 烤纸 上面呢 垫上一张的保鲜膜 就这样子慢慢的擀开 如果你所做的浓稠度 还有食谱分量是对的话呢 你是可以擀开的 室温一定要冷 如果发觉到面团软得非常的够力之后呢 你们可以放进冰箱一下 把它们擀开直到约14英寸大 之后 撕开保鲜膜 轻轻的用烤纸来帮助你移动 你的面团 把它们翻进你的糖膜当中 调整一下 让它在中间的位置之后 慢慢的往下移 撕开烤纸 之后呢 平均的分配 这个面团 多余的部分 就把它们撕开 放到那些需要补助的洞口当中 记得它的高度 还有它的厚度要平均 用保鲜膜来防粘 帮助你们顺滑面团 好了之后用擀面棍来去除掉那个周围多余的面团 这样子很方便是不是 好了之后把它们放进普通冰箱冷却大概20分钟左右 之后继续的重复这个顶部的面团 用同样的方式来擀开 直到大概11英寸大左右 把它们放进冰库 这次要冷冻 15分钟 撕开你的这个保鲜膜 它够硬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切花出来 用花形的饼干膜来切出一些的花纹 是不是很可爱的小花饼 我今天要切出大概五个洞口 那么这些剩余的这些小花饼也不要丢掉 因为可以拿来继续的布置在上面 很简单 是不是很可爱漂亮的design 冷却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把这个鸡肉派馅加入 我的这个食谱分量呢 准准可以做这个派filling 还放到满满的 好了之后 小心翼翼的用这个保鲜膜来帮助你 把你的这个顶部的面团放下去 记得要放在中间一点 之后来慢慢的跟着你的pipeling压下去 旁边多余的面团就把它们去除掉 之后用擦纸呢 来慢慢的压旁边的面团 来收口 这种方式收口是最简单的 好了之后呢 切一些小通风口 这样子你的面团就不会有气泡太多在里面 切开一颗鸡蛋 加入一点点的牛奶或是奶油打散 这个就是我们的egg wash 用软的毛刷呢 来刷 会比较薄一点 刷在你的面团的表面上面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每一个部分都要抹到 好了之后把这些小花饼粘上去 最后在小花饼上面也是一样抹上蛋液 你用手来transfer你的塔膜会比较危险 然后很难移动 所以烤出来也很容易裂 建议你们在下面垫一个烤盘 放进预热烤箱 190摄氏 烤55到60分钟左右 在中下层就是第四层烤 不开旋风的上下火 烤直到馅料 出现气泡就可以了 拿出来的时候连同烤盘一起取出 这样子呢 才不会做坏的这个塔 靠近切口那边有微小的 好像发线的这个缝呢 是正常的 放在室温冷却 或是放凉大概两三个小时 直到你用手摸是一点点温而已 就可以脱模了 那么我们的chicken pot pie就做好了 漂亮吗 好喜欢上面的可爱的小design 是一个超大的 超大的塔 很有重量 切开来看 哇 看到吗 里面的馅料 真的是满满的 每一个部分看到了都很想流口水 精致黄金的外皮呢 再加上里面满满的馅料 而且馅料很香很香 现在要来尝试一口了 里面的馅料呢 它不会干或者是过硬的 如果你调的准确 看 上面的饼皮再搭配个那么多的馅料 每一口都可以尝试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现在来吃这个花了 看看鸡肉还有这个小饼花 好可爱 很好吃 饼干是酥脆的 那么里面的鸡肉呢 还有馅料的味道也很好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吃下去呢 暖心的感觉 它是一个美国称为comfort food 就是在尤其是冷天的时候吃这个呢 是最好不过了 所以呢 你们吃过了吗 自己在家做会更加暖心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